嗨!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灣虛擬網紅協會的 某將 大家好 我也是來自台灣虛擬網紅協會的 Tika將 我是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 現任在一家公司努力學習中 人常說我有點活潑又天然 但和大家一起開心的工作 是我最喜歡的事情 我呢 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少女 也是音樂店的店長 我的性格相對沉穩 喜歡將音樂融入生活中 並與人分享那種深刻的音樂體驗 分享我對音樂的熱情 我們今年與數位發展部攜手合作 隆重推出了 數位科技解決方案 虛擬人物競賽 是的 我們的競賽就是要促進 數位科技的創新應用 點燃產業的轉型火花 透過產業出題和人才解題的方式 創造數位科技解決方案 跨足產業領域 而且這次的題目超酷炫 我們的題目就是要把 虛擬人形象和功能 融入百貨零售業 讓顧客的好感度瞬間飆升 而且這不僅是提供服務 更是創新和驚喜的結合哦 沒錯沒錯 他們的解題方式超級多元哦 除了有AI人工智慧克服方案 還有形象大使提供 中英日韓多語言 對話模組之外呢 還有生成虛擬人的工作包哦 諸多方案亦大幅提升 百貨零售業中登顧客的 數位體驗服務呢 講到這邊 你是不是也開始期待 會是什麼樣的 數位產製內容了呢 讓我們話不多說 繼續看下去 咦 我講這樣一說 我也好期待 會是什麼樣的 數位內容產製了呢 不過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我們的虛擬人物角色 將以一種神秘的方式登場哦 我講 這麼悬疑的解釋方式 真的讓我感受到一陣電流 從腦袋到腳尖 讓我的好奇心瞬間被燃燒起來了呢 好期待哦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接下來的精彩 讓我們一起期待 一起為創新數位內容產製 及虛擬人打扣吧 各位觀眾朋友 近期有沒有 清楚AI虛擬人相關心科技的經驗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哦